高雄榮民总医院和台湾医疗观光发展协会 今天签订MOU 希望吸引更多海外人士来高雄榮总 感受高端专业的医疗服务 看好台湾观光医疗产业资源跟发展 高雄榮民总医院 特别跟台湾观光医疗发展协会 2023年1月18号下午 在医院六楼会议室签订合作备忘录 希望以高雄榮总专业的医疗照护体系 结合台湾观光医疗发展协会的海外资源 吸引更多的国外人士 前来南台湾接受优质的医疗照护 是借助他们在有关行销的部分 或者是在跟国际一些国家之间的一些接触 让我们能够把我们高雄榮总的医疗 这个能力能够让世界看得到 本身是高雄人的协会理事长许景奇说 他之前曾经是高雄榮总的住院医生 这次能够回到故乡跟高雄榮总签约合作 就是想发挥高雄在妇科不孕症方面的专业 在少子化严重的社会中提高生育率 2023年1月底 双方也将联手前往杜拜参加阿拉伯医疗设备展 带动更多穆斯林族群医疗产业发展 高雄农民总医院是一个设备人员都非常齐全的医学中心 所以又位于我们的南台湾 那我们在做南向政策 有关越南或者是马来西亚 印尼等等 如果有来台湾观光医疗的病患 或者是人民 我们都可以透过高雄农民总医院 这么优良的医疗品质 给他们最好的服务 另外高雄榮总主秘黄鸿基表示 高雄榮总在林耀祥担任院长之后 从专业医疗服务、贴心照护到全方位体系 不断求好、求新、求变 目前已经是南台湾最有智慧、健康、快乐的区域教学医院 这次能结合台湾观光医疗发展协会 就是希望扩大观光医疗资源 造福更多的海内外病友 记者李佳金、萧佑金、高雄报导 福更多的海内外